特使这里 然后你拿出来之后 它是两节的嘛 分两节 你看这一节它有一个卡位 你对着卡位来插进去就好了 对卡位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 你这个拧紧 锁死在这里 锁死之后就放下去 放下去 我们这打包箱里面有配有螺丝的 这种螺丝 到这里分别拧进去 一二三四 四颗 这里还有两颗 拧进去就好了 那螺丝 螺丝全部把它拧紧 全部拧紧 这里四颗 前面有两颗 我来拧吧 我希望拧着 好 希望拧着 要拧饼的话 拧饼的话 手饼的话就比较简单嘛 我们拿出来这些也是一样的 这里看到这卡槽了没有 这个这个槽位了没有 然后左边就按左边 右边就按右边 一样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螺丝的一个 拧上去 拧紧 这是手饼的一个接法 这个是这个打印机 有两根线 那里面拧出来 一根是电源线 打印机电源线插这里 看到没有 是这种头插这里 这是比较 好了 这个是这里 然后 这个接生电源 你要用的时候就接电源 也行 然后这个里面 这个USB接头这里 我们打开仪器开关 点击进入 现在的页面为等待的页面 当我们输入开机密码为6.0的时候 我们只可检测体重 这样的指标 那么我们激活更多的项目的时候 输入开机密码816220 激活成功 我们点击进入测试 点击新增 增加新用客户 输入客户姓名 年龄 性别 当性别是M的时候 是男性 F是女性 我们这次测试的是男性 身高 根据实质情况 输入身高即可 点击下一步 然后我们进入测试 我们首先测试的是体重 在测试的时候要注意 客户需要脱鞋袜 站在上面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数据显示的体重指标 测试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下一步 我们可以看到相应的界面 按照这个界面 我们两手握住手柄 保持平稳的呼吸 在操作的时候 客户不要乱动 不要说话 点击下一步 我们进入测试节奏 在测试过程中呢 我们要注意 客户的身体上面 不要有任何的金属 等其他的物质 测试之后呢 我们把手柄 悬挂于仪器上 点击打印 我们对应的打印机 会打印出来相应的指标 首先我们点击启动按钮 稍微等待一下 好 现在我们点击手机端报告 我们现在点击 启动印码816220 OK 结合成功 然后我们点击 基本设置 WiFi设置 点击WiFi接入 然后打开手机的WiFi热点 然后从这里输入手机的WiFi热点 然后点击确认配置 点击确认配置之后 然后直接就可以去进行测试 测试部分我们就不展示了 我们点击查看 点击查看 然后这里有个二维码 我们首先再点击重新生成二维码 然后再用手机 扫一扫功能 微信扫一扫功能都可以 然后直接生成了一个报告 好的 这就是我们最终 扫出来的一个报告 然后这个二维码呢 有时候我们生成第一次不行 可能就要重新按一下 生成一个新的二维码 然后手机必须要两三网 才可以扫到 首先我们点击基础设置 然后选择WiFi设置 然后点击一个热点 热点设置 这里显示的是网络名称 下面是一个密码 然后确认配置 OK 然后我们再点到电脑这里 点击网络 查询到刚刚的网络 然后点击连接 然后连接成功 然后打开我们的软件 我们输入密码 六个零 要点击确认 然后进来之后 我们首先要点击连接设备 然后点击一个同步数据 然后现在再同步 这个同步数据就是同步 我们现在仪器上面的一些数据 同步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按确认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来查看 我们仪器上面已经检测完的一些数据 然后我们可以新建 新建用户 然后新建ID和名字 一些信息 也可以在一些现有的ID上面去直接按测试 这个就是我们在现有的ID上面去进行一个测试 这个测试呢 我们直接在电脑上面去操作 也可以点击测量 我们就直接开始测量了 就不用在仪器上面去测量的